哈喽大家好我是星巴 现在我们正在试驾的是 奇瑞风云T9 那这辆车型我们之前已经做过 非常详细的静态的视频了 我觉得还是做蛮详细的 然后我们现在终于把他们的T9借出来了 真的好不容易啊 借个车真麻烦 那这辆车型是他们的试驾车 所以我们也并不能说 随自己玩耍 比如开两天啊 深度体验啊 如果看深度体验 可能要再等等 对今天就是简短的体验 那这辆车型我们其实之前已经开过了啊 之前在他们的那个发布会的时候 他们动态试驾的时候 都已经开过这辆车了 但是并没有做节目 那今天我们总算可以开出来 在我们慈禧本地来试驾一下这辆车型 那我想说几点是 奇瑞车型是少有的 我觉得确实是比较不会做营销的品牌 我接触过这么多厂家里面 他们的营销短板其实还挺明显的 就像T9 那我们现在做这次节目 其实已经过了风云T9的宣传期了 他们的宣传就是一波就结束了 就没有了 就是跟风云A8是一模一样的 就一波开始的时候找一大波人宣传一下 我们反正实话实说就是随便可以聊聊 厂家的这种宣传逻辑 就是说他们都是一波宣传完后面就没有了 但是风云T9这辆车型 其实我当时还是非常想给大家做节目的 因为它实际上价格还是比较低的 为什么这么说 先说几个数据 如果你对这辆车型不了解的话 这辆车型其实是4米7多 正好8顶的7座车型 它还有5座7座 当然我给大家推荐买它7座车型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车型 其实现在加上官方优惠 官方优惠好像是像我比较推荐的次低配 大概优惠7000块钱吧 应该是官方的补贴 补贴下来也就13万多 如果你买7座可能它是稍微贵一点 反正44万左右吧 44万左右 44万以内 它就是能买到这么大一个尺寸的车 全天行航100公里 然后你基本上所有要的功能 它基本上都有了 只要次低配 我都不是说高费 什么座椅通风 座椅加热 360环银 L2伏驾驶 50瓦的快充 电尾门 你想得到那种舒适性的配置 它基本上都给你了 而且8155芯片 2.5K的屏幕 那其实我们去看到 很多人对于这种7座车型 可能没有那么在意 但是我是认为 你在这个价位内 如果说你家人家用 你想买来7座的SUV 其实选择不多 我可以看到的是 比它更便宜一点 更摘一点的 比如说 蓝天15 当然蓝天15 当它这么配 仔细打 那价格差距没有那么大 蓝天15 风云T9 包括还没有出的风云X8 其实你的选择非常非常非常少 但是我个人是很喜欢这种标准的7座的 就好比我们之前拍比亚迪唐的时候我就说过 我喜欢7座胜过6座 当然当然当然 这个哪说哪了 如果说到了一定的尺寸 比如5米多 那6座也行 就是你知道我指的是谁 当然他们两个没有竞争关系 一个13万多 一个18万多 当然我觉得18万多 那个真的很像 这个哪说哪了 反正各有各的香吧 然后另外一个是 这个车型也是全系带8个索尼印象 刚刚我们还听了一下 觉得还不错 然后整体的配置 我觉得在同级别人里面 你真的去看17万多的车 其实它算一个 选择度非常高了 但是真的完全没有升量 我们这期节目 我觉得更多的也是说 这个车型真的不算冷猛 但实际上表现到终端 它其实是算冷猛 因为它宣传机刚过就立马 没有什么声量了 就挺离谱的 就是我想吐槽一下 我想吐槽一下 就是大家真的 就是现在这个环境 就厂家 都没有科金 你在媒体老师端 你其实就是没有人做内容了 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 我在这个行业 我觉得还挺离谱的 反正就是吐槽一下 我们回到这辆车 这辆车型 我讲几个细节 我觉得比较好的地方 先来讲比较好的地方 这辆车型 整体的NVH表现 包括整体的驾驶性表现 我觉得做的不错 然后这辆车型是 比如说方法盘助力 它是可以调节的 刹车的制动脚感 也是可以调节的 就是说 它的刹车制动力 包括它的转向的制动力 它是可以跟运动模式 给区分开来的 就是它可以 你选择运动模式的时候 你不选择运动的方法盘 运动的刹车 你是可以选择的 这点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它可以锻炼 这样子意味着 你在运动模式 就是你还想要在城区里面 你想要强的动力 但是我不需要方法盘变得很重 这种能理解吧 我觉得这个点真的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 比较能感知的 我觉得对于我是车主来说 我是很喜欢的 就可以完全断连 你可以联动 很棒 然后另外一个是整体的 我们现在转向模式 调运动里面 我觉得它是舒适模式下 跟运动模式下的那种 取向还是比较明显的 我是比较喜欢它的舒适模式 我觉得这个车型 因为是大的SUV的选择 我舒适模式 你在开已经挺舒服的了 我可能是不会联动的 我就是一直用舒适模式开就好了 特别是像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山里面 我们比较好的地方是在于 虽然我们现在是开的试驾车 但是呢 它可以让我在附近跑跑 它没有说一定有试驾线路的限制 那在这里谢谢我们奇瑞慈西店啊 感谢他们对我们节目大于支持 那我非常感谢 然后我觉得跑山是能够感受出这辆车型的 真正的那个功力的 我觉得奇瑞整体的在造车方面 毕竟造了这么多年 我觉得还是有自己的功底在的 特别是发动机啊 这个发动机 它在动一种车其实很猛啊 扭力有500多牛米啊 这可能非常夸张 这辆车型其实百公里加速有7秒多 你要想到它是一个4米7多的7座大SUV 但这辆车加速一点都不满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快的一个枷锁水平 那我们现在在山路里面开 整个方向盘的指向性 哪怕我现在是不是运动的 指向性的方向盘啊 是那个舒适型指向盘 它的这个指向性非常有意思 它舒适跟运动 它纯粹就是说方向盘的重力 但它指向性是没有区别的 这点要讲一下 它舒适性也是指向性做的不错的 然后另外一个事情是 这个车的那个胎噪啊 胎噪 我觉得胎噪意志方面 如果说你在低速的时候 其实它的胎噪 我个人觉得不高的 但是开起来 比如说这种山路 可能跟百油买路也有关系啊 胎噪还是能感知到的 当然你可能开音响可能会好一点 现在这种大夏天 跑山路其实还蛮爽的 因为视野特别的清晰 我还记得我之前跑这段山路的时候 开的是007 不过呢实话实说 这个车型在山路里面 你说指向性啊 包括整个车身姿态 如果按照大型SUV去要求它 我觉得问题不大 但是如果说按照我之前 以007这种 那还是有点臃肿 特别是这个车型啊 其实很长 它的屁股还是能感知到的 就是你在变现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它的屁股 好像比你的那个转向 是要慢一排的 这个还是能感受到的 就是你感觉这个车是屁股 不是那种跟着你走 这点还是有的 但实话实说 如果说让我说 运动性方面的横向对比 运动性啊 单单只运动性 运动性的横向对比 我觉得这个车型的运动性 动态方面 比1008是要好的 我挺认真的 这个我可以直接说 当然1008更大 更大 这个车型是150千瓦电机 那个1008是200千瓦 1008更大一点 那1008加速 我感觉好像还比它慢一点 OK我们现在到了一个 非常小的弯 这边我们山路里面 开这么大车 其实你会介意到 我是不是要慢一点 我觉得现在啊 我们原来说 开这么大型的SUV 跑山路 你感觉要喘气啊 特别是以前我们说 开那种 像CRV这种车型 你跑山路的时候 原来的2.4 你跑山路 你一脚油门上去 车要不带动的 现在就是电动车的时代 或者说插电车时代 到了以后 这个动力 我都没有说满油啊 就是已经跑山路 已经完完全全溢出了 这个车 只相信这种车很好 真的做得很好 这辆车 我觉得本质上是怎么样 挺灵活大胖子 但是还是车太大了 跑山路 还车太大了 我会觉得 我已经占了整条马路的三分之二 大概这种感受 你就感觉这个车 哇 感到好大 有种灵活的胖子的感受 这刹车也挺舒服的 刹车也挺舒服的 这种柔柔的刹车 比较线性 比较舒服 真的 我觉得真的可以 极限制动力 我觉得 没有我想的那么强吧 至少一脚油门踩到死的时候 并没有踩到底啊 但是它的那个 咬合力比我想的 要来得晚一点 刹车是这种线性的 但是你并不会觉得 它是一个那种 咬合力非常强的那种刹车 线性是线性的 它的刹车适合什么 适合你有提前量 你得提前去踩这个刹车 如果说你到 你要入弯了 你再去踩 那可能我觉得你要踩得很重了 就是没有那么舒服 它的那个行程 是比较长的 它的 大的那种咬合力 要在比较后段才能出来 哇 这车子向性真的很好 我靠 这么大的车 意料之外 意料之外 真的可以 而且我觉得我已经开挺快了 当然合法范围之内 我觉得我已经开挺快 但是整个车也没有说 有任何的挠胎 想胎 情况 完全没有 这轮胎还蛮好的 至于这么大一个SUV 我觉得我在弯中给油 我都是比较放心的 但不是很推荐 我是在感受它的 对吧 真的 我觉得它指向性怎么能做这么好 我觉得比一排 零八指向性好很多 我感觉我要被一排拉黑了 真的 这时候可以 真的是个灵活小胖子 骑车造车还是可以的 唯一唯一唯一 我就是觉得它的视野控制方面 可能因为本身车也宽 就是感觉你的车就很宽 你在车里面你感觉你整个山路都被你占了一半 你知道吗 但一排零零八开起来就没什么没显这么大 实话说一排零零八比较还要大 但是一排零零八开起来 视野上面你会觉得你的车小一点 它这个感觉就是可能是基盖的原因 它基盖就是你能看到你全部的基盖 然后你就会觉得 我靠 如果这车好大 大概是这种感受吧 然后这个车是有HUD的 可以显示导号 现在只能显示数字 应该需要调节一下 这个车型其实反过来想想 我觉得他们重点大部会的时候 他们聊了这个车型的油耗表现 包括一箱油开多少公里 其中也好像非常喜欢这种超长续航 他们对自己的精尖技术有自信 他们经常做这种超长续航的测试节目 但好像没有聊它的动态 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辆车型 我试完我觉得到它动态的表现 它只相信它的灵活度让我很意外 这是反正是插电车型 反正可以用油的 其实我觉得倒没有那么的 你说能跑500公里 跑700公里 跑1200 其实反正可以加油 那你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当然这个车油耗很低 这车油耗是比较低的 这个车型是N5TUBO 然后可以加92全铝的直喷 应该是持续现在最新的技术 油耗也很低 OK我们现在下山 然后这个车是怀挡 这个也要给好评 2024年终于用了怀挡 这怀挡对于中间的空间释放量 我觉得还是很大的 好运动模式我们做个小总结 我觉得运动模式很舒服很棒 如果运动性满分十分 以它的尺寸 以它的定位来说 我觉得可以给个8.5分 8.5分肯定有 我甚至可以给9分 很意外 给大家认知 我觉得是要好的 我建议大家来 C4店感受一下 我非常建议大家来试驾一下这个车 会让你惊喜的 OK我们现在从运动模式 调回经济模式 经济模式 我们到经济模式再来感受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是 我因为跑山跑多了 实话是说 我觉得无论我们开电车 还是开插电车型 只要有能量回收 我都觉得跑山世界很快乐的事情 因为你上山耗能下山回冲 就比原来的纯燃油车 我觉得好一万倍 真的好一万倍 你会感觉 我好像也没花多少钱 那种用省钱的快乐 你像现在前面那车 如果按照我以前 比如说我开86跑这条路 我会觉得前面那车开门板 我一定要把它抄掉 现在我觉得它在给我冲灯 就大概这种感受吧 就是它来给我充能 它这个能量回收 我发现是跟一般车型不太一样 一般车型是你在下坡的时候 它会尽量的给你能量回收 但它在下坡的时候 eco模式下 它的能量回收 正常情况下是不给你回收的 它就是按照重力加速在给你 这点我要给好评 这个我要仔细讲一下 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你正常的在下坡的时候 你用动力回收 它其实是不开回收 把这个能量用尽 按照重性的惯性去把它用完 是最好的 因为你在能量回收的过程中有损耗 在能量回收 在释放 充放电的过程中是有损耗的 而你如果是在滑行的过程中 就把这个力用完了 那样是能跑出更多路的 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 很多人不知道 我们之前跑那个星光的时候 跑来不是全国跑第二名吗 我是百公里油耗是3.1升 这大家都知道 就百公里3.1是怎么跑出来的 这我觉得开车的脚法是很关键的 就是有些人的油耗很高 以前燃油车时代也是一样 油耗很高 这方面是自己喜欢加塞 喜欢满油什么的 但是你说正常的 如果这些原理知道的话 其实也能帮你省油 像现在一样 它其实现在是没有开能量回收的 我们也没有车 它是正常的滑行 当我觉得速度太快了 我踩刹车的时候 它会进入能量回收的工况 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对的 这样子可以尽量的去滑更多距离 如果你一开始就开始能量回收了 那你其实很多能量 其实是被浪费的 如果你的坡没有那么陡的话 我们现在易控模式 我很想做的是 这个车的续航测试 油耗测试 电耗测试 但是借不到车 这个车型我都借不到车 你知道吗 就只能是用SS电解车 这就是关于奇瑞 风云 T9的 一点点简短的动态试驾 这样车型 我们是希望后面 能不能借他们的媒体试驾车 做更详细的静态动态 包括它的油耗电耗测试的 我觉得我可能多开一点时间 可能会感受更深一点 可能能挑出更多的毛病 不能这么说 不用在意这些细节 我觉得媒体有一点是 就是像白哥知道吧 白哥现在经常在跟我说了 就是说 他不太想去SS电借车拍的 因为这个时间太短了 就是你能开的时间 能体验的时间太短了 我也是这种感受 当然我们还是为了持效性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在等那个风云 T9开始怎么样 那我们现在这种简短的也能拍一下吧 到时候有详细的了 我们有更多时间了 对吧 可以给大家做更详细的内容 二点了 这个车的那个音响还可以 我们当时在那个现场的时候 那个静态的时候 这个索尼音响比我想的要好 因为之前索尼音响给我的印象不是很好 深蓝的某些车型的索尼音响没有那么的好 实话实说 至少没有让我觉得很满意 这个还可以 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还行 对于它价位来说 13万价格来说 没问题 它是全系标配 全系标配 你说有做这个单拿一样 那你别想 但是对于那些普通的喇叭来说 它已经做很好了 而且是全系标配 点赞 就盖通盖版 那个129,900那个版本 也是索尼音响 全系标配 跟大家讲一下 那个最低配 我之前看到有部分的网友说 它最低配没在卖 其实是在卖的 其实它最低配 现在好像是要加3000块钱 多一个360款影 加上50瓦的快充 加上电尾门 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说有加配的部分 但是3000块 你觉得3000块钱值不值呢 就360环影 加上52块充 加上电尾 你觉得值不值呢 当然我觉得是不值的 直接给我买次低配 不要买在最低配 买次低配 次低配也就这个价 加了没多少钱 还有座椅通风 座椅加热 更多配置 对吧 那个次低配 是我们频道T19的 最推荐的版本 如果你还想看 详细的购买推荐 可以给我们留言 大家是不是感觉 这个车很大 so big 当然大有大得好 做的比较舒服 这也是实话 这车型有作业按摩 我们顶配有作业按摩 有作业加热 都有的 然后我们这个车型 不是HEV吗 我们先看的是HEV模式 就是这个车型 HEV模式下 它的发动机的 声音真的很小 你基本上感知度不高 你能感知的 反而是胎噪 但是发动机声音 基本上感知不到 我觉得这点做的 特别的好 非常安静 一口摩斯箱 加速 这车加速还是很快的 OK 所以我们现在在那个城市路况 来跟他聊下底盘绿震性 那这个车型的底盘绿震性 我觉得淘交的不是那种完全的隔绝感 那这个点跟那个1008还是有区别的 我不好意思啊 我最近拍1008 我觉得它的那个整个底盘的绿震性是偏向于让你感受到那个你压过了什么东西 你压过了那个地面的路况 这点还是挺意外的 就跟它的那个方向盘指向性一样 运动性一样 就是作为一台大的SUV 去做这种 就是说偏向运动性的这种底盘的调教还是比较少见的 你是能够感知到的 它不是那种隔绝感 或者说开始像船一样 不是的 就不是说你压过什么东西你都感知不到 它是能感知到的 我觉得如果说你是喜欢这种有驾驶感的这种底盘的表现 我觉得这个车型应该会满足你 还挺特别的 这个级别里面我开过很多车型 包括C16也是 大家基本上都是往那种纯粹的舒适想去做 那种底盘的感受反倒放在了非常非常次要的地步 但它不是 而且它不是那种我们说的为了讲究运动性而把避震调教的非常非常硬 它是那种你能感知到但它也不是说调教的很硬 能帮你滤震调特别是那些小的波动 但是你能感知到你压到了什么东西 这点还挺意外的 这车型动态方面我觉得你只要是喜欢驾驶的人 相对来说对于这么大一台SUV的B7 它又比你想的要好很多 这点我觉得真的很意外 OK就是这样子